回到新闻现场来关注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正式登场前 下午有采接游行先暖身 在市政府周围 来自各国的表演团体共襄盛举 聚集了大批民众看表演相当热闹 还有人拿起手机狂拍 跟着音乐舞动 连台北市长蒋万安 看表演时都开心的跟着音乐打起拍子 他表示台湾灯会睽违23年重回台北举办 今年的规模和热闹程度都更甚以往 一开口气势十足 日式换装秀 搭配大旗挥舞超震撼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由北市府裁接游行先揭开序幕 民众跟着律动拍手 仿佛把日本祭典搬来台北 北市府聚集越来越多人潮 拿起手机捕捉精彩一刻 飘着雨也无法抵挡表演团魅力 很好看 很好看 看到后面好像会有open奖 感觉蛮厉害的 就是跟以往那庙会的 感觉好像看起来蛮有艺术性的 睽違23年又回来台北嘛 对 所以特地带妈妈来看 连奖市长也忍不住 跟着音乐打拍子 台湾民族庙会也搬上游行舞台 还有建中精美女中整齐化一的乐队表演 睽違23年 台湾灯会重回台北 规模更甚一望 23年之后台湾灯会 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别具意义 而且我们这一次灯会的规模 以及热闹程度更甚以往 所以今天在开幕日 采接游行非常热闹 非常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有特殊的意义 采接游行先暖场前奏曲 就如此热闹 灯会将精彩可齐 介续新闻荒野财 杨培允张宁姐特别的报道